你们在影视剧中一定看到过这种场景 在判断一种食物或者水是否被人下毒的时候 都会拿出一根银针插到食物里 如果银针变黑就说没有毒 那么这种试毒的方法真的有效果吗 这个是我在网上买的专业的试毒银针 这三瓶是我们常见的毒药 这个是耗的药俗成三不倒 毒性非常大 这个是底草快 毒性也很大 这个是DTV不用我多介绍了 就这三种东西任何一个喝了都得当场飞升 接下来准备三杯水 因为如果在影视剧中想把一个人搞死 你不可能让它直接喝这几瓶毒药吧 脑子但凡正常点它都不会直接喝 所以要神不知鬼不知给它融入到水里 咱们量大一点啊 第一个是老鼠药 第二个底草快 我的妈 这三个谁也不能喝呀 这颜色太明显了 搅拌一下啊 接下来就是见证10克的机器了 看看那银针遇到这三杯毒药会不会发黑啊 首先是这个耗子药咱们查里面 拿出来看一下 这银针没变色呀 再试试这个 这个颜色挺吓人的 这个颜色也没有变的 这还是银色呀 我去为什么这个DTV也没有变色呀 不会买到假的药了吧 我感觉是这个水把这个药性给稀释了 所以这个银针不会变黑 那接下来不加水直接倒药啊 这回应该没有效果了 还是先来耗药啊 哎 没颜色 低草快 哎呀 变绿了 这可能是它这个颜色 嗯 为啥还是没变色呀 这到底是因为点啥呀 为什么和电视剧里演的不一样呢 第六位 监 February 银针 找我 不用000 就把